4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愚人节 没想到吴建豪在这天无预警宣布 自己与美国唱片签约 将发行首张英文专辑 算在愚人节当天公布 但他表示不是玩笑话 悬在这天公布一切都只是巧合 对于正式进军国际 吴建豪很开心 英文专辑即将推出 也很幸运自己能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谢谢美国唱片公司 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感到兴奋 准备他上这趟未知的旅程 首制英文单曲将会在8日 与全球临时差发行 他认为就是圆梦的感觉 他也分享之前跟音乐高层 在LA开会时 还是特别选在户外的露天咖啡座 在加州阳光和微风下讨论音乐 让他觉得真的非常惬意 也好其他歌曲 可以赶快跟全球粉丝见面 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